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晚上我说我今天很不舒服 就可能有点生病了 然后我说我先睡了 然后结果几分钟之后 他就让我下楼 然后我下去之后 他就直接把我给带医院去了 然后陪我就是打点滴啊干嘛的 他就一宿都没睡 我当时就特别感动 我生病了或干嘛的 他就直接口头上的说 你多喝点热水 你说这热水谁都会说 那你以前生病 你刚去学校那边对不对 那你现在谈久了以后 你那个宿舍 我给你准备一药箱啊 什么退烧药 感冒药啊 什么药都有 我肯定让你多休息嘛 我还能说你生病了 我再说我带你去医院 我再给你送货药去啊 一天送一份 那可不得这样吗 那我跟你说 那你就不得多关心我一下 我哪没关心你 你就让我多喝点热水 什么早点睡觉 那就是 那肯定多休息 你说你感冒发烧 你还在那儿拨手机 还能熬夜 那能好吗 那你就不能想到 其他的方式吗 你就只知道 这一种方式对吧 不是 你是来干嘛的 老几今天来的使命 还有就是 在跟他相处过程中 我就觉得他的 在对朋友的一些方面 就是比对我重要 我都不知道 他把我放在心里边 都靠边靠边的位置了 好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就是 一般上大课的时候 都坐一块的 我都不明白 他为什么给我站位的时候 还把他朋友 我就跟他站位 他就是左边是我 右边他朋友 就是然后 他朋友是 男啊 室友 客前的时候 他还跟他朋友聊 就特别害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 也容不了什么话题啊 就干坐着 就比空气还透明的那种 你也聊啊 都男生 我聊什么呀 都是他朋友 那你亲啊 但是如果是你 你开心吗 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男朋友 跟他朋友在聊天 我没有男朋友 这个假设不成立啊 他说我就是跟别人聊 特别开心 不理他 然后我说 那下次我跟你做一句好不好 他说好 然后下次本来上课了 我说开心过去了 过去以后 我在那儿坐了 我说你们别过来 我女朋友过来 然后他就跑到 跟他室友坐了 我说你过来啊 然后不理我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发学他不理我 我说看他手机 放桌上 然后他就想 然后他还不接 那你知道你尴尬了 那当时呢 我坐那儿我不尴尬吗 还有就是 他都不止这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俩 就是一块去约了看电影 然后结果就是 离电影开始 就是还有半天 学校剧电影那么近 打个车不到 十分钟就到了 那下边高峰鞋 你不得提前呀 怎么了呢 就是那个车 是停在我们学校对面的 然后他就直接过去了 当时我们学校那边 马路上是高峰鞋 车多也没有红绿灯 我就在他后边 我就等 我越等越生气 你就直接过去了 也没有拉着我 万一被车撞了怎么办 我就没拉你个手 你就被车撞了 怎么可能 那师傅在对面 我先过去把车打开门 让你进去不是吗 那你以前对我 你都是直接牵着我 或者直接一块过去的 你这后来你都 我没牵着 你就不会说怎么怎么样 你就那一次 那你就置我的生命于不顾呗 就那次我没拉他手那次 然后人家司机师傅 就车也撞了 电影票也买好了不是吗 我说他给我发脾气 我说咱先上车 上车以后什么都好说 你想干什么都行 不乐意 不上车 我就不 然后当时学校门口那么多 然后来到这学生老师都认识我 就感觉挺尴尬的 我说咱上车先说吧 电影票都买好了什么 不愿意就不 然后司机师傅在那儿 看着人家劝 不开心就走 车上就走 你就走了 吼慢天那天 吼好以后 后来他又提了这个电影 没看成 我说那怎么办 都下架了怎么办 对不对 我说有电脑 找个资源看下呗 那在电脑上 跟在电影院看的感觉能一样吗 那谁不去的呀 那如果他直接牵着我过去 那不就没有坏事情吗 过了求您上车 您不上吗 那他跟之前的态度都不一样 我就没拉你自首 你就扯到生死危机了 你就怎么怎么样了 以后记住牵手牵手牵手 还有别的吗姑娘 然后还有就是 他对我就是越来越敷衍了 敷衍 就是因为有一次我接了 这能不敷衍 我接了一个学校的活动 是跟学姐一块 然后就是来搞那个活动 结果就是活动中间 出了点问题 然后那个学姐 就把问题都推给了我 然后我就背了一个黑锅 我就后来就越想越难受 越想越有趣 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活动 就是学姐哪里哪里不对 他说是是是对 然后我说 那我其实也有问题 我说我哪里也不对不对 他说还说是是是 他说我赶紧睡觉 那我这么委屈 还背了个黑锅 我跟你说 那你希望他怎样 你告诉他 不是那天晚上 到半夜 打电话给我 我都睡着了 手机猛响 然后室友包摇起来 说你听他响了 我接起来了 他给我抱眼 当时正困呢 我顺着你意思来吧 你就说我敷衍你 那那时候大半夜 我都凌晨几点了 我到时候 都穿个睡衣 我跑走廊 我给你电话 就那么冷 那我说 那咱俩咱俩白吃白吃 白这睡衣 你也不用上课了 明天也不用上课了 那我这么委屈 我给你打电话 那我肯定希望 你给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你安慰我一下 那你就直接让我睡觉 我这么委屈 我能睡得着吗 那你不睡觉 你 我不睡觉 那我不就得给你打电话 你来干嘛来了 那我听 你来干嘛来了 那我听他 老实点 是吧 姑娘 行 你接着说 这事批评他了吧 不对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我接受不了的 就是他女性人缘 就特别好 他有几次跟我说 他是去睡觉 然后结果 他睡完睡觉之后 刚好我睡觉 我在打游戏 就说了他在线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 查到他AD 发现他和一个女生 就经常在打游戏 那你明明跟我说过 你睡觉了 你为什么要带 其他女生打游戏呢 你觉得你过分吗 不 我又哪带 我就那么菜 我带别人打游戏 那你这么菜 别人女生都愿意 跟你打游戏 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当时好几个人在一起 你就光看到那个女了 而且大半夜 我说你睡觉了 我反正我睡不着 我玩一会儿 比如说逼中就轻 问你为什么 跟女生打游戏 没有 当时就是 一些社团人玩得好嘛 然后就好几个人 他就看到那个女生 那我们就好几人 一起玩的 就玩一会儿 就不仅只有女生是吧 对 就大家一起玩的 但是你跟那个女生 你打游戏的 次数都特别多 我就觉得你跟她有问题 我能跟她有什么问题 我每个月赚的钱 都给你了 一天就给我五块钱 生活费说多了 多 一天五块钱 能干啥你跟我说 现在就管钱了 姑娘 不是 是因为 她不会理财 不会理财也是她的钱 人家不会理财 你给理得怎么样 没有 她说我乱花钱 说其他的 就是那个 我们都是在拍东西 拍东西我们就是 做那个 拿拍东西 那次我才生气呢 就那次 我们不是就是 我们学校有拍电影吗 就是微电影不是吗 我们拍东西 当时我就是因为 我没来及弄 我后来忘了 然后老师通知说 就是很快要交了 就拍作品是吧 对对 我当时就没来及 学生作品 没找演员 也没找人 就很急 我问她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句去拍 她说我不给你拍 我也要拍 那行吧 那我去随便找人拍一下 对吧 她都同意了 那行了 然后到时候我想拍什么呢 就那么急那么赶 我说那拍个俗套的 就是什么笑颜爱情剧 不是什么 笑颜爱情剧 你说牵个手 拥抱一下 不是很正常吗 你还想牵手呢 你还想拥抱呢 你之前没跟我说 里边有这些镜头呀 全没牵 怎么牵 都快拍完了你知道吗 就都快没了 她就不让拍这个镜头 说我跟你演 不愿意让我演了 说我要演这一幕 我说那前面 我跟前面 你就是想趁这个机会 你钻下空子 我钻什么空子 抱没抱 都没拍 行了行了 那不就行了吗 她不光想 都没发声 你还在这说什么呢 她有那个意图你知道吗 好好好 她就是本来就想拍的 结果就被我及时制止了 好厉害厉害 还有别的吗 有 还有还有 就是她不是那个 现在在做坚持 就那个私人教练 私教练 就是那个肢体接触也比较多 我同学在健身的时候 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就是她搂那个 女教练的腰 我搂谁搂谁腰了 就那个女会员 觉得身材特别好 然后还短头发那个 不是 人家是人家会员 你说代课的时候 对不对 你说正常 你做了什么 我没做什么 人家做 我说你直来做 都快说到了 我说我扶你一下 然后她同样就拍 我扶她那一下 然后放两下看 那你扶哪不好 你就扶腰呀 为什么别的人都不扶 就你扶 那我代她课 我下一次扶一下不行了吗 那我以后代她课 我戴个手套 我穿上羽绒服 我戴口罩 我说那个 我女朋友对我保护过度 我给你上课 我就想上课是吧 那我刚开始 是不是很不支持你做这个 每次我带课之前 我说我上课了宝贝 她说好的 特别好 然后我放兜里了 然后给我发消息 就上不愿意 就硬要给我掰扯 说我要跟你讲话 我说我在上课 然后我放兜里开震动 然后我就放这大腿筋 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我打开手机看表情包 开头到十几件 全给我发过来 都不承认那种 你不理我 我得从头发到尾 你知道她在上课吗 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发呢 那我当时不是想 想她 然后想跟她聊天吗 想就可以聊吗 不是让人家工作吗 她工作重要 还是我重要 那以后我上班了 我说老板我回去了 我有点事 我家里老婆她不让我拿 我问你 我问你 是不是你女朋友管 你管得比较严 特别严吧 我都没有看你手机 怎么严了就 我给你看 你又不看 除了一天五块钱 还对你进行什么管控了 我说没钱了 我看了 我觉得五块钱不少了 这一礼拜还要二十多块钱呢 二十多块钱 然后关键是我们俩就是吃饭 什么玩都在一块 一天跟她五块钱还少 你们俩吃饭玩都在一块 都在一块 那一天跟她五块钱还少 那她到哪儿去弄异性缘去呀 对啊 就这样她还是我 我意思就是吃饭 还有玩的时候在一块 对啊 那她平时的时候 那你们俩就没什么时间了 上完课 吃饭 玩 各自回宿舍睡觉 她打会儿游戏 她是在宿舍 跟别的女生打游戏 委屈不 还行 不委屈啊 不不 还挺喜欢 那我就没办法了 她老是跟我少替她做 就比如说我几分钟 没回她消息 她感觉我跟人跑那种感觉 这次为什么跟她分手啊 就是因为上个礼拜 她跟我说 她就跟她朋友一块吃饭了 然后结果我就一宿都没找到她 打她的电话 就直接就是关机了 我跟你说 我就差报案了 我跟你说 我还能跑去 我都不知道她24小时 她在干嘛 干嘛去了 没有 那天晚上我说 跟朋友去吃饭嘛 我说咱去吧 带你去 她不去 然后当时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不准看手机 对吧 然后就手机丢一边去了 那你就连回一个 信息的时间都没有对吧 就不回对吧 不 我没看手机 然后后来我们去吃饭 然后就喝点酒 喝醉了 然后喝多了 然后睡着了 然后一夜我就没醒 然后当时我醒来 电视连天该打电话 她给我挂了 然后就提出分销 然后她就说 我就 就实际就是说 就是我现在 跟她在一块 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不是你说 我天天就学校 教室 宿舍 然后去带个课 吃个饭 我还能干什么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在教室的时候 跟朋友聊天 不搭理我吧 到空气 然后在宿舍的时候 你带别的女生一块打游戏 然后你在健身房 你还搂那女学院的腰 你这叫安排 我啥也不干了 我就跟女生打游戏 搂人家腰 我啥也不干了 扯进嘴里边说 我就天天就找一位女孩聊天 就这那的 那你就自己认为 你有道理呗 你就做的都是对的呗 说 自己做的是对的 说呀 我觉得我 对不对 说对 嗯 怎么着 你说你做的是对的 那你喊我来干嘛 那你现在下去呀 哎 一会儿专门开了 千万别出来啊 咱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请问一下 你是第几次谈恋爱啊 坏了 坏了 这是你的初恋吗 显然不是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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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上一任男朋友 是不是也都对你这个 好到不行 也不是 嗯 那是怎么样 反正就觉得 没有感情了呗 哦 那这个是你觉得 很看重的 你是不是觉得 他条件非常好 很容易被抢走 对不对 我觉得还行吧 就是也没有特别好 嗯 那你觉得你自己 条件好不好呀 一般 真的一般 是一般 那你觉得条件一般的你 大概呢 要任性跟耍脾气 到什么程度 就会把人家逼跑 但是我只对我男朋友这样 当然啊 你还得想要对我们 每个人都这样啊 我觉得女生 就是跟自己的男朋友 讲这些是正常的 你真的觉得工作的时候 接手机是对的吗 不对 但是你那时候想打 最好他就愿意接 对不对 对 其实就是希望 让你任性一下 对吗 对 你的撒娇 其实还蛮可爱的 但是我也要提醒你 一件事情 你们不可能一直维持在 谈恋爱的 一开始追求的那个状况 你知道为什么 男人不太可能 像追你的时候一样 一辈子都不断地哄着你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男人也要工作 也要面子 也要交朋友 她的生活不可能只有爱情 如果这个女孩不成长 永远都只想做个小公主 那么等她成长了 她就会需要一个 更成熟的女人 成为她的帮助跟支持者 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你可以很可爱地撒娇 可是在撒娇之余 你也要有懂事的一面 在她疼你的时候 你也要有反过来扶持她的一面 这样子才会平衡 既然是交往 大家都要付出 不可以一味地所求 要不然久了 她会累的 我知道 至于你呢 我觉得你现在 还觉得她很可爱 对不对 如果你也希望她对你反馈一些 爱情上的一些好的互动 有的时候你除了哄她 也要开始提要求 互相调整 你也会舒服一点 她也会长大一点 然后你们就可以 走得更久一点 你们会更好一点 谢谢邝老师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们这段感情 其实是很好的 是 没有很多乱七八糟 谢谢大家 我没有人 我还有什么 打扫 没人 我们会把我 我 打扫 我 我 打扫 有点准备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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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不是只是一昧的索取 你今天所显现出来的 我认为不是撒娇 是太计较 女人有的时候的撒娇 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 她只是想享受一种心情 和在男人心目当中的位置 女人真正的撒娇 不是要让男人做牛做马 而是只需要得到我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人好也要有底线 太过分了都不好 要分寸感 来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就是我觉得她就平常 小李大作多一点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 在一起也挺久了 然后我是不想分手 然后希望她就 以后你做也行 你就别提分手 就没了 我觉得吧 我有些事情还是挺过分的 跟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有点不成熟 然后我以后这些问题我都会注意的 也不会对你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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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亮灯 谢谢你们 请回两位 来 请关门 这一队做何选择 请开门 来 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 谢谢 谢谢 见证 属于他们俩的幸福时刻 各位请见证 哎 男生哭了哎 哎 你是没抱过她吗 不是 那你怎么哭了呢 这么激动 对啊 为什么呢 怎么了 我以为她就又回去了 然后我还要再哄她 姑娘 你听见没有 男生现在已经重压之下了 他怕再哄你 以后别让老人都哄你了 行吗 好 来 来 来 这个送给你们 要开心 好好谈恋爱 好吧 好 祝你们学得好 也谈得好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老人